生笑容,人生在世,快乐是一生,忧愁也是一生,何不开开心心的顾好这一生,凡事看开些,看淡些,嘴角上安,梳开眉头,把事情简单一些,你会发现,事实远没那么糟糕。 虽然人生有很多劳累和辛苦,但是人生亦无路可退,只有勇敢的面对和坚强的路过,人生真正的归宿,是心底的清静和解脱,龙年生人刚毅活泼,会傲慢尊大,性急法防难与宽大心,做事偏激的反响失败者多。 他们爱推论,思索奋斗,意志强,他们的过于自信,不容易与他人相处,失去幸福虔诚,对共同事业难得持久力。 少年愿为固执,失败,终出恐陷入不正事端惹祸,鼠龙眼里,生活是五颜六色的火焰,跳跃不停。 尽管鼠龙人已为中心,偏见,武断,意想迁开,要求极高或麻布讲理,对待事业要认真负责,每一笔交易的细节,过程以及合同门本,都需要静心的斟酌,尽量回避新项目的投入。 在十二月,鼠龙人的事业有着不错的进步,鼠龙人也是要紧快的适应并加快脚步。 在十二月中会出现不少的急遇,急遇很多但是贵人并不多,因此在面对这些急遇,鼠龙人不要妄想急遇,会自己冲入自己的怀中,需要自己表明态度去争取,这样事业方面才能够更上一层楼。 升职加薪的几率也就更大,出生于龙年的人,温柔善良,很有爱心,男龙心思整腻,女龙孝顺,一辈子宽宏大量,少年时有些波折,一把事情搞得很糟糕,中年则时来运转,夫妻幸福,家业业大,如果能请减持家,万年次世富贵吉祥,享受荣华富贵。 12月开端,鼠龙人的事业率,将会渐渐提升,可以工作顺利,方案达成,事业上会有大欠收。 革命得力,只是鼠龙人抓住时机,必可以打扮重重困组,闯出一番新天地,但胜利得来却绝不简单,真是一分耕耘才有一分生活。 近期即便遇到困境千万不要气馁,应当尽力坚持下去,由于下半年将大有可为,有一年尾的展开最为可观。 但年流年遇水旺之势,必得水柱,代财而来。 所以,事业上必定得菜,而且顺畅。 生肖鼠龙的人,12月份你们终于赢了人生的开门红,你们能够月尽斗金,作业开展也是稳步向前。 步步高升,在每个行业傍边都能够变道的处理。 宽人来了上板族,你们的升职家旗能够指日可下,得到升级指导人的格外关注,一切生肖鼠龙的人。 你们正才进家门,还有偏财了,所以一步当先,你们就能够发现,原本挣钱是这么轻松简单的作业,再短短的一整年,就能够赚取两息你三年赚不到的财富。 在过去的时间里,可能对于大部分的鼠龙生肖朋友们来说,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,由于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导致财务状况出现很大的损失。 鼠龙人来到五月份,一切不好的意外,将会变得非常的少,是一个适合鼠龙人好好攒钱是英才元的大事实节。 我们的鼠龙的朋友们如果可以在自己的个人工作,或者事业上稍微动动脑筋,多加努力。 相信很多意外之财,也会慢慢收入盲。 生肖龙在过去几年中运势处于低迷的状态,处处受挫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生肖龙的运势会慢慢得到恢复,未来三十天,一起桃花朵朵开,二喜财源广静,闭双喜临门。 生肖龙红浮旺盛,财源一路飙升,不仅在视野昏黄的同时,还可以把天才带回家。 日子当然荣华富贵,鼠龙女看似温暖和顺,但实际上她们极有个性,左右风源,桃花朵朵开得她们爱情噱头很足。 祝愿鼠龙的朋友,也请你们请你们身边鼠龙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。 点亮并转发,转发为更多人带来福气自己,更是手流云香,呼气迎门,喜气洋洋。 祝你们,福如东海,幸福安康,财源广向,温馨提示,进入了2018,在面对这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王老显得茫然,无助,命好不如郡好,命有上天定。 愿客后天改,建议可以随身陪戴,或者在家中放置一个专属转运手链,能够给您智慧之光,使您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涮,事业有成。 画善画胸,吉祥如意,使您能够随光明道路前进,发挥自我的一切智慧,达到理想的境界。 若能前程佩戴或供奉,将是一生聚才手才,顺利平安,消败免兰。 大金龙哲书转军傲财手链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查看属于你的吉祥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